大家好,欢迎来到九火文明频道 今天我们要来深入研讨中一届非常著名的中药当归 当归是一种胃肝、性温的中药材 具有活血调精、补血滋阴等功效 当归主要是用于血虚引起的精血布条 痛经、产后虚劳等症状 也可用于治疗风湿病 腰细酸痛等问题 当归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 如当归素、当归酚、当归黄酮等 对于改善血液循环和调节免疫系统有着重要的作用 然而,使用当归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,当归属于温性药物 体质过热或者有发热症状的人不宜使用 其次,女性在月经期间不宜使用大量当归 以免加重精血过多的症状 此外,长期过量使用当归也可能会导致肝脏损伤 免疫功能降低等问题 在使用当归时,还可以与其他中药复合使用 如配合熟地、黄芪等中药 可以达到滋阴补血的效果 此外,当归还可以与贵枝、白勺、船胸等药材复合使用 以增强活血化瘀的效果 最后,提醒观众点赞 订阅九火文明频道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提供更多中医知识和护理方法 谢谢收看